近日国内姓骚议题不断延烧 上周艺人许杰辉英卷入姓骚风波宣布退出演艺圈 昨时7日又有一名女网友发文指控 菜鸟时期进入经纪公司工作时 陪同一名男演员拍戏 有次聚餐结束后她负责开车送大家回家 却在车上只剩下她和男演员时 男方直接扑向她并抓柔胸部 被推开后竟还二度扑上去 不仅如此她的前同事也同样遭到这位男演员性骚扰 当时这名男演员提出要送某一名喝了啤酒的女同事回家 到了女方家后 男演员便以借洗手间围油进入家中 而男演员上完厕所后 竟直接跨坐到女方的双腿上强吻 甚至强行伸舌头去填耳朵 还一边将手伸到女方的衣服里 情境相当夸张 而这名男演员虽未被指名道姓 但贴文中众多线索包括 举家迁移台中 爱老婆 爱小孩 爱家好男人的形象 演了某出偶像剧大爆红等线索 而又盛脸书也涌入网友留言质问 对此又盛金十八日在脸书紧急发声致歉 我为我曾经的行为所造成的伤害及因应感到抱歉 非常非常的对不起 面对曾经犯过的错 我不会逃避 真的真的很对不起 而曾与又盛有过私人恩怨 没有 嗨 大家好 我是武痛谢 我是乃哥 我是许乃琳 我是台湾上司 我爸上 我是蔡康勇 哈喽 大家好 我是小A4 我们是号角相机 哈喽 大家好 我是米亚伦 祝福三立新闻网 十周年生日快乐 在这边要祝三立新闻网 十周年生日快乐 祝三立新闻网 十周年生日快乐 恭喜三立新闻网 十周年十全十美 生日快乐 在这边要祝三立新闻网 十周年生日快乐 祝福三立新闻网 十周年生日快乐 祝三立新闻网 十周年生日快乐 祝三立新闻网 十周年生日快乐 祝福三立新闻网 十周年生日快乐 祝福每一个人都能眼上一道 祝三立新闻网 十周年 Happy Birthday 祝三立新闻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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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十周年了 好快喔 生日快乐 锁定我们娱乐新闻APP 更多的现歌 就在这里